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看聊在这里星山 星山是在马来西亚马来半岛最南端的都市 它隔着柔佛海峡跟新加坡相望 有大马南方门户之称 那个地方不仅是柔佛州的首府 也是整个马来西亚人口第二多的都市 可以想象的那个地方种族文化多元 而且是美食天堂 所以食用士要推动素食真不简单 但是有心就不难 十年前他们开始推动灾界素食 到了2005年 他们想出了一个好方法 就是初一十五 农历初一十五的时候 义卖素食餐饿 接引大家一起来吃素食 喜欢吃鸡加入吃鸡 并且落实素食八分饱 两分助人好的观念 想知道他们如何在转法轮之前 先转十轮呢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哦 不是卖便当来赚钱 也不是为亲人洗手做羹汤 马来西亚却有一群慈祭职工 每天要做出500个以上的素饭盒 慈祭马来西亚分会 把每年五月定为摘戒月 广要民众吃素一个月 很多灾难嘛 是不是更要鼓励 多些人吃素啦 所以我是趁这个局员 就找一些没有吃素的 我们就鼓励他们吃素这样啦 发心容易横池难 因此志工们合作无间 每天定时接力 把一个个爱心饭盒 送到大家手上 饭盒等期待那个饭盒一来 一打开 哇 因为它的颜色配搭得很好 真的看到会很开心 我们吃素过后 会比较有爱心 以前看到那种晚上飞虫 看到它打下去 现在不敢 就拿张纸慢慢弄出去 各位午餐到了 耶 透过宣导 素食不再只是健康和宗教的代名词 还能徜养慈悲心 减少灾难的发生 是啊 这个灾界素食啊 除了是常养慈悲心之外 对于我们身体健康也有帮助 对不对 今天就要为大家介绍 来自新山的三位菩萨 第一位是我们的无秀相师姐 感恩 还有我们的节力相师姐 一样是也身旁的是他家的师兄 郑崇仁师兄 感恩三位一起来 这个推动素食啊 其实已经变成一种身体力行的 将口号化为行动的这种动力了 对不对 刚才我开场好讲啊 两位在十年前就开始推动素食灾界了 是 你那时候吃灾了吗 那时还没啊 就是通过这个慈祭所办的这个2003年 商人就是呼吁大家要介绍前程嘛 然后我们就在新山智慧呢 举办了这个灾界一个月 就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让我们发了厌 迟了一个月的素食 然后觉得说素食其实也不困难 然后最重要就是说感觉好开心哦 因为自己真的可以真正来持素 那么就想延续下去就持素了 你从2003年 为了响应上人说SARS灾界 然后你试吃了一个月之后 是 感觉很好 对 就吃到现在了 是啊 你感觉吃素有什么好 感觉啊 就是感觉自己好慈悲哦 真的 要不然哦 要不然我们通常哦 我们持继的人都是去外面救苦啊 我们感觉自己是慈悲 不过当吃肉的时候就觉得说 怎么都不相容啊 就是这边是做善事 人家这边就在吃肉 过后觉得是自己可以改为素食哦 真的是觉得说 那个常养慈悲心是很重要的 所以身心灵都真正的清净 因为如素在街啊 对啊 你说到真的很贴切 去救人的时候感觉好慈悲 就在吃 分吃肉的时候都没感觉 对不对 好 那身旁的师兄呢 您何时开始也摘戒如素 也是跟他同时 太好了 夫妻同心就是如此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的秀香师姐呢 您什么时候开始觉得 呦 吃素真的不是嘴巴讲讲而已哦 何时开始有这样感觉 我是几年后啊 因为家婆往生就为他守孝过后就开始吃素了 也得到家师兄的祝福啊 嗯 那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为长者祝福的同时 其实对自己身体也产生了帮助 对 你吃了之后有什么感觉呢 嗯 整个身体就变得非常的轻松啊 而且也很健康哦 嗯嗯嗯嗯嗯 所以降低了口欲支付之后 增长了心灵 还有慈悲智慧 尤其是2005年开始啊 我觉得这个idea非常的棒 农历的初一十五 我们就做素食的餐盒 请大家一起来 请购 然后让他们也吃看看素食的好 对不对 而且还影响了有人吃一吃吃一吃 帮啊帮啊帮啊帮 后来自己成为素食店的经营者啊 是 来这个例子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听说名字叫做宝珠啊 这个宝珠福尚 好 因为这个宝珠 因为我们在这些活动中呢 我们自己都不是那行啦 就是我们从零开始 就是我们同来不知道那个 真正素食的喷 喷条的方式 嗯 那么我们就要通过很多管道去找资源啊 包括人力啊 材料的采购啊 是 然后那个菜商啊菜行 就这样子的去接触各个阶层的人士 然后转转就有人介绍这位宝珠师姐 他说他们说他是很乐意来协助啊 那么我们就请他协助 因为他力好大 他很大力啊 不过他不是专业的厨师 不过我们就是 人人就是秉持着那个只要有心哦 就有力 那么他就来负责就是在那个炒菜区 因为那炒菜区需要好大的力把那个窝子给扛起来 哎呦 对 女人当男人用 对对 他已经是超人了 对啊 因为因为我们初一时我都不会遇到周日嘛 嗯 所以只要大家的时间方便哦 就是会有些社会大众他们就可能来两个小时 或者是一个小时 就这样子来借力把它完成 那么这位宝珠师姐呢 他他就在这个喷嚼过程中 他很用心的 很用心的 因为他觉得说 素食应该要很那个口味 要配搭颜色都很好 所以他以这样的用心的方式来协助我们做这个素食饭盒 到了最后呢 他觉得说他从中 他得到的就是说 就是除了自己付出得到很欢喜 不过在这个喷嚼素食方面呢 他对自己很有信心 因为我们的素食饭盒送出去得到的反应是说 好好吃 直接的饭盒很期待 哇 对 所以这个每个月就等待这两天了 是啊 那等着等着或许他自己就觉得说 我也不要等了 我自己也可以来试试看啊 我自己在家里煮啊 对对 后来他自己也 他也是因为那个2003年SARS的时候 他也是来参加这个发言辞食一个月过后 他就吃长素了 OK 好 要推动素食啊 听两位师姐讲就知道 要处处多用心 从2003年开始推动素食灾界 2005年开始 他们连续六年农历的初一十五 就是做素食便当 来广邀大家一起来吃 到了2011年开始 到了去年开始啊 他们甚至推动了万人灾界啊 怎么找一万人一起吃素食呢 他们有他们的妙法 一起来看看哦 清晨五点不到 马来西亚新山的50家素食餐馆业者 忙着准备料理 就是响应这个这个上人的哦 一个一个 如意了就是素食八分 把两分做很好 而且也是对我们整个大环境 我们的身心灵啊 很大的帮助 五月佛旦节 马来西亚司机志工推动万人灾界 从北马到南马 志工全体总动员 今年更有餐馆业者免费提供素食午餐 和民众结缘 以我能力可以的话 我就用我的能力来布食咯 做一些教育之类的咯 我觉得啊很有意义啊很快乐 其实很多人素食啊 其实他们不是宗教方面 他们都是以环保 以环保为出发点 他们现在的年轻人 健康跟环保为主 这个活动蛮有意义的啦 就是说可以推动这个素食这个活动 给大家都都可以参与这样啦 所以也可以 可以帮忙这个地球 能够环保这样啦 因为我们自己的健康 更健康 不要饿了更多的动物 很美味 很美味 有很多草莓 很多草莓 这个我认为 我会很舒服吃 因为我们吃肉 就是吃动物的尸体嘛 所以哦 就是很像在杀那个动物啊 就是吃它的尸体 就是不好的啦 可能会下地狱耶 另外在雪兰娥 也有14家餐馆 顾持志工推动的万人摘介 要让更多民众知道 吃素的好处 其实我们是要想应 比较多人吃素 然后给一个很好的平台 给更多人 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知道 吃素是很美 是健康的 我们应该 每个人都应该 吃一点一点 吃吃都吃不到一点 很大的力啦 吃点小力都可以啦 由我们自己做起来喔 在越来越多人 注重健康养生的现金社会 素食成了大家讲究健康的不二选择 也为爱护大地尽一份心力 吃素真的可以救地球 对不对 有一句话说啊 这个放下嘴边一块肉 盛毒千变大悲咒 对不对 让我们身心灵都如素之后 你看刚才万人摘介就不困难啦 对啊 我们说是很简单啦 请问有没有遇到阻碍 尤其这个地方人口多元啊 你看刚才有印度裔的朋友啊 不同种族的朋友啊 有那么多的美食可以选择 日积月累还是产生的效果啦 对不对 回想起来十年前有遇到 什么样的误解或是困扰吗 来 哪位乡师姐先讲 就乡师姐 然后 在午夜的时候 我们有办了一个月的那个再见 开始的时候是很担心啦 因为 要找蛮多 因为每一天嘛 要我们 而且我们有就是说 要给大家签的那个发验卡 要一个月如素 才可以参与我们这一个午餐的 才可以来领这个饭盒 真的 所以我们在 开始我是借了总协调这个 开工作 是 然后是非常的担心啦 是怕自己做不来 过后 我们就开会了 跟活动的干事过后 就拟出了一个那个工人组 过后也开始找那些菜商 最重要是我们找了那个 接送饭盒 因为我们都 整个新山都在动员嘛 就是 大家都一起齐心来 合合复习来完成 这一个 在接夜的整 午餐饭盒 我们从 接送找了 年会所啦 年金师堂一共是九个点 九个点 就是接力送饭盒啦 每天大约有五百盒 就是 那个菩萨司机也可能 他是一个大德 他是通过每天 大概是十点十五分 就要到会所去领起饭盒 可能一个点的地方 他是百多盒 还是两百多盒 就放在他那边 就由其他的社区这样借力 过来领餐 吃饭 难怪 慢慢的慢慢的 有人感动开餐馆 更多的餐馆一起来互吃 所以每个人家里 就是最好的素食餐厅 他除了吃外面的 好吃的素食料理之外 他也会学着自己 要怎么样来烹调 那我们就透过大爱台的节目 现代新素派等等 你们素食的教学 大家都有一个好功夫啦 对不对 所以吃素跟行善行效一样 都不能等 对 尤其这个面对无常的时候 您这个怀孕三个月就 得到德国麻疹啦 是 哇 你一定很担心啊 是 其实医生是建议 我把他拿掉啦 可是因为我家师兄不签名 所以就 我是很战战兢兢 从那开始就 每次就是那时候 还不认识慈悸啊 那时候还没有认识慈悸 慈悸那时候在兴三 也应该是还没有开始了 就到佛堂去唠佛唠法咯 就是找到心灵的依规 让心灵宁啦 对 所以你以前也没有接触佛法 没有 因为这个德国麻疹的关系 让你慢慢的接触了佛法 对 那这个我们的立香师姐啊 听说您跟先生结婚的时候是 佛化的婚礼喔 对啊 所以你很早就接触佛法了 是 那时我们在 读学院生 救生的时候 接触佛礼了 嗯 就同时接触了 然后觉得 很很切合我们的思想 对啊 所以对佛法其实不陌生 对啊 只是在找寻一个可以 依规的团体喔 是是 后来当接触慈祭的时候 发觉说 哎佛法不只是说 啊 心灵上的 其实他可以行动化的 就好开心 今天我们的 结香师姐跟他家的师兄 一直坐在这里 那立香师姐 秀香师姐 一个人来 但是跟大家报告啊 这应该是一个神秘的礼物啊 惊奇喔 他不知道我们要准备下面这段影片给他看喔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整天都来尿又哭喔 洗这个 尿片啊 一天啊洗三桶啊 整个桶啊 整整洗整整洗 他等下来尿 他大就乖喔 他小很 很爱哭喔 他很乖耶 他小就说啊 他大了就乖喔 我骂他一切啊 他不用抢他了 不用骂他了 不用骂他了 他就很强化了嘛 他都是很拔奈 很拔奈 很拔奈 很汉 你给钱给他 他就放在 晴朗那边 他实际来 他也对我们好老子 很好啊 他也对我们两个老人很好 他很喜欢去实际 帮他 帮他 帮他们 帮他们做东西 他很好 他 他喜欢这样 他很顾我的 他怎样顾你 好像我有什么啊 他就来看咯 就带我去看医生咯 你看我姐两天都脚肿 他要去问我 老人家是怎样的 我觉得你要最好 教训我很好 他的儿子通通也是好 我的孙也是很好 他也是很教训我 我看到他的儿子都速度高高 回来啊 又结婚啊 我就很高兴了 他很教训我嘛 我永远啊 我都记得的 跟他说一声谢谢咯 就这样咯 那谢谢他什么 啊 这样照顾啦 就是我们去看饭的时候 那段时间他 尽心尽力地照顾他 觉得很感动 就是他买那种食材都 尽量选最好 然后尽量给我们吃 好像针对我们身体不好的地方 好像我有鼻敏感啊 然后弟弟身体小时候就不好这样 妈妈就会找很多那种补品啊 会到处去打听 啊 然后就买这些东西给我们进补这样子 所以从小就是 对我们就是照顾了 其实是真的是很好啊 他就是会自己 就是对孩子还有家人啊 他自己会辛苦一点没有关系 但是就是坚持给我们最好的这样子 我记得那时候上 要去上学的时候 就是我们巴士是大概五六点的时候来 然后那一天刚好是下很大雨 所以外面的那个马路上是有积水的 然后我们穿着小鞋 妈妈就是怕我就是可能 鞋子会被弄湿 所以他就叫我踩着他的脚上巴士 然后那时候就很感动 对于妈妈从以前一结束十几过后 经常看到我都四孤四伯啊 他们是两夫妻一起做十几的时候 他就会很羡慕这样 就是经常会来会念 希望爸爸陪他一起可以去走这菩萨道 所以希望妈妈这个小小心愿 可以有朝一日会实现啊 感恩妈妈我们爱你 耶 有长辈养父养母的祝福 有先生的感恩 还有小朋友心中的心里话 想不到我们制作团队这么用心 隔山隔海 好遥远的地方啊 两三千公里还是要把你家人的祝福 呈现在你面前啊 看了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很感动啊 感动什么 你想到什么呢 孩子很贴心哦 他们知道你心里的愿耶 那你要不要跟你先生 未来的师兄也整井喊话一下 真的很感恩我师兄的暴龙和善解 嗯 就是他一直这样子 所以才可以给我很放心的在吃鸡 嗯 他不但没有阻止 他虽然是没有进来这个团体啦 可是 对我的 很 很谅解啊 我几时要去吃鸡做什么 他都是非常的包容了 嗯 那孩子也非常的懂事啦 好像有时候我们在忙吃鸡的时候 他们家我都会帮忙做了 嗯嗯 然后血液也不用让我担心了 孩子长大了 对不对 当然更希望师兄也可以再往前一步咯 也进来慈祭里面啦 好不好 少人都说嘛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多用心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哦 阳光会炸到 灑到他的心里的啦 感恩师兄的祝福 当然要祝福你啊 尤其你这个几年前 短短一年中那么多亲人 往生 对不对 你更了解 时间 空间 要把爱撒到人与人之间 对 对 经过了那个无常 三个心人在那么短的时间相继往生之后 你心里 有没有给自己什么样的勉励 呃 就是因为有走路刺激哦 呃 本来是两条路 那对面车可能是喝了酒 就直接这样创 才21岁 当场就有死亡 然后就在呃 过了呃 呃 一两个月过后 我的家婆就突然间在看电视的时候中风 然后呃 大概是呃 两年半过后她才往生哦 因为我家婆是蛮有福气的一个老人家 孩子孙都是非常孝顺她的 然后过了在我家婆中风的时候一个月后我舅舅突然间也是吃饱饭过后倒在地上就往生嗯 然后相续六个月呃我的阿姨就是她同住的因为阿姨是单身嘛跟我舅舅住在一起也突然往生哦 如果不是我是有在慈祭之前的仿式里面艰苦之福的哦 我是很难去招架 因为我跟我舅舅的感情就好像兄妹这样嗯 因为同年在同年的时候我舅舅是非常疼爱我的嗯 然后我跟舅舅的缘是很深啊 他也是突然间呃就往生哦 然后我我的舅舅他起呃他是跟我的一个同学结婚哦哎呀是我的舅母然后嗯 就是在那段时间我都陪伴住呃这一些我很亲的呃呃在世的亲人就是陪伴他们走过他们生命最低潮的时候哦嗯 所以有佛法就有办法你不仅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也让王者灵安那身旁的亲人都能够心安对对对哦 然后现在救母也是危言啊啊啊所以那应该让我们更心安哦嗯嗯嗯哦 嗯嗯哦 真的很感恩刺激的很感恩上能呃呃就是说创发了这个这个刺激世界哦嗯嗯嗯那种充满喜气的我嗯嗯那个伐水都能洗滴哦是 我起洗自己法人入行 然后再次去广照菩萨 来一起走这个菩萨道 是 这番话相信你家的师兄也听到了 今年超过600位的 马来西亚的师兄师姐 来自槟城来自各地 一起来回到花莲来 参加佛二精进 来庆祝马来西亚20周年的这个大日子 当下真的要祝福 大马连心 每个地方都因为有慈祭一人的爱 亮起来 不管是星山 不管是古来 都因为有大家的努力 发光发热 感恩你们 祝福你们 谢谢 感恩师兄 感恩